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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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各位長官 我親愛的貴賓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歡迎您一同零零2022 FOR 各域新加新車發表會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孔孟 非常榮幸 也很開心 能夠與各位一同參與今日的社會 2022年 即便在疫情籠罩之下 FOR 依然努力不懈 致力於推出豐富的產品陣線 持續帶來富含駕馭樂趣 以及先進科技的優質車款 而在今年 我們更將推出全新的福特旅行家 提供給大家最高威格的安全防護 以及靈活的多變式座椅展示設計 福特旅行家不只實在 更擁有了歐洲商女的尊貴氣息 能夠為各種不同使用需求的貴賓 提供更加精準完美的選擇 在今日發表會的一開始呢 我們也先為各位貴賓來介紹 今日與惠的福特六合長官 也請唱頻道的長官 起身與大家揮手致意 接下來就讓我們首先為您介紹到的是 福特六合影廂服務處部總經理 黃黃昏Anderson 掌聲歡迎 以及福特六合影廂服務處 行銷處處長 聖仁慧Eris 掌聲歡迎 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貴賓 各位貴賓 我是福特六合汽車影廂服務處的 副總經理 黃黃昏Anderson 今天我非常的高興 在New Ford整理由Carton 福特旅行家的這個汽車發表會 跟大家見面 我今天也非常榮幸 所以想要藉由這個機會 感謝各位媒體朋友們 一直以來 對福特六合騎車這邊的支持更愛護 那歐洲旗艦商 一直都是我們福特旗行家 這部車的一個定位 事實上呢 它在英國已經56年 殘連了中期行商用車的這個銷售冠軍 它在歐洲也連續7年是銷售冠軍 所以是非常的實質名歸 那我個人其實也非常開心 看到旅行家在台灣的市場上面 受到消費者的肯定 它的銷售量節節趴升 那我想呢 在這種旅行家的課程當中 事實上 企業跟商業客戶 一直都是我們主要的一個課程 那我個人在福特六合這邊服務的過程當中 我非常的活路 旅行家這部車在 在社會公益 在政府機關 在商務這個部分的一個批售業務的經營 所以對我來講 這個有一點特殊的連結 所以當我在今天 記者發表會當中 它賦予我個人非常 一個私人的一個意義 旅行家這部車非常大 它有多遠的空間的運用 所以基本上它在長途短途 或者是長照的這個福祉車的一個運用上面 或是各式各樣的一個運輸上面使用 它的使用性非常豐盤 在台灣的市場上面 它的這個能見度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在IPC 福祉車這種要改裝的這個市場上面 我們的戰友率是四成以上 它比其他車款更受到客戶的這個喜愛 那麼我想 在這批車子呢 我們過去在一起來臨的時候呢 我們曾經也跟各位媒體朋友這邊分享過了 我們也把旅行家改裝 打造成可以搭載 福利亞市的隔離品場的救護車 我們當時呢 也把這個救護車很榮行的捐贈給我們 跑路員的市政府協助抗議 那在去年三期警戒的時候啊 我們有舒適開的旅行家 前進到西北市協助做一個叫做 回光的抗議的一個專欄活動 他是在協助確診的民眾 去做救護或是做隔離管家的一個動作 那福特劉爾當初也 一不同是針對這數十名的這個 無名英雄司機 我們提供了免費的定保 因為他們的里程數會累積得非常快 我們救助他們堅強的後輪 那除此之外呢 我想旅行家也受到了 我們留業者這邊的一個抗議 所以我們也將旅行家 這個前進了馬祖東宇這邊 成為第一支喔 國之北疆的這個商品車隊 那我想在今天的計程會當中呢 我們會更進一步的去跟大家分享 福特旅行家這部車子 怎麼樣在社會公務上面 做更積極進取的一個協助跟作為 所以在我同事等一下 針對於旅行家這部車子 在市場競爭性上 或者是在這個產品證明上面 做了說明了之後呢 我想我們會更進一步跟美女朋友這邊分享 呃旅行家這部車子 如何在社會公務的影響 在醫療在商務上面 能夠有更多的發揮的一個可能性 讓一部車子它可以對於台灣的社會 跟呃民眾移動的生活 產生正面臨的影響 好 我想我再次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呃來參加這樣的一個盛會 我希望大家能夠喜歡今天提大家準備的內容 那冬秋節快到了 祝大家冬秋節快樂 呃月圓人團圓 謝謝謝謝大家 謝謝小朋友 小師謝謝佩童 請佩童 請佩童先請回座 是的相信現場所有的貴賓們 你們一定也跟主持人某某一樣 非常的期待 也想要了解更多對吧 接下來呢 我們就有請福特六合影銷服務處 行銷處處長Eric 為我們帶來進一步的說明 掌聲歡迎Eric 呃各位媒體朋友們大家好 好久不見喔 那今天很開心 呃要邀請各位來到我們今天 獲得旅行假的這個新設發表的這個 典型上面 那 呃接下來呢 我們就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這一次整個 旅行假的一個產品相關的一些 我們的改變 好 那我們看我們在這個旅行假 在歐洲的表現 消耗表現上一直都是十分的亮眼 好 各位看到這個風景 其實我們在英國 在英國 我們旅行假 這個就是連續 連續56年 他是中性 慶性這個商用車的一個銷售冠軍 那麼在整個歐洲市場來看 從2005年開始 我們連續有7年的 這個時間這麼長的一個時間 我們產聯在整個歐洲 商用車的一個銷售第一名 可以說是在這個歐洲的這個 商用車市場來講的話 是非常非常銷售第一名的一個銷售 那麼我們把市場看到台灣來 其實我們在 2018年我們進行了第一次的大開款 那當然了 改款之後其實受到大家的一個期待 消費者的喜愛 可以享受量製逐年的成長 但我們也都知道 其實在2021年 就去年的時候 其實這個平台都受到一些 這個晶片的一些衝擊 所以我們車輛的可供 是受到滿大的一個影響 那我們今天是2021年底呢 其實我們旅行家的支款 在台灣 還有100多張訂單 還沒有交給客戶 所以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的車子 也謝謝我們消費者 對我們旅行家的一個產品 每個任何人進去 好 那麼從這一張投影評可以看到 我們旅行家在各個應應 在整個重型的商戶車市場裡面 我們剛剛不同的提到的 複製車 這個重要的一個領域裡面 我們一直都是屬於領先的地位 我們是在綠賽複製車這個領域裡面 我們在一個最高達市場 我們獲得許多IPC 就是複製車的一個試用者的一個肯定 那接下來我們進一步來看 就是整個台灣的中型的商戶車的市場 這個價格帶 還有產品的一個分波 我們可以從香港圖表中看到 其實在 呃 今年 這個 用的這個 Starrex停產 也就是Starrex後 另外在可思的這個T6.1的 這個Caribbean 手排車停產後 基本上 整個台灣的這個商戶車這個集聚價格帶 基本上 都 都在高於140萬 基本上找不到 它140萬以下的一個產品 也就是說這個 呃 產品的價格帶基本上都比較高一些 那我們也看到了 其實在這個集聚裡面 130萬以下 這個價格帶確實是一個 一個產品的一個真空 價格的一個真空 那我們也看到了這樣的一個機會 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的旅行家的這個上市呢 基本上 我們就會導入一個入門的信息 滿滿足的 在商戶車市場裡面 130萬以下的一個市場需求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的旅行家的一個銷售客群 基本上 陳榮剛剛副總所說的 基本上我們都是以這個 八成以上的客戶呢 是來自於我們品售的客戶 那其中呢 因為我們一半 我們講過超過70% 都是以這個 改裝這個儀式車 IPC為主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了 這一次我們導入了這個 入門的車款 基本上也是要更能夠強化 我們旅行家在IPC IPC市場上面的一個競爭力 那我們這次要導入的車型呢 這個就是全新的空壁 空壁的車型 基本上這部車的導入 我們相信可以開拓出更多元的一個市場 好的 那接下來呢 就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我們這次 VOLVE IN EAR CUSTOM的 這個旅行家產品相關的內容 好 那麼在動力的部分 我們這一次呢 全車系是拉載的這個 2.5升的 ECO BLUE 磁力的四缸的 渦輪增壓才有預期 那我們提供了兩種不同的引擎輸出 有130P 還有170P 兩種不同引擎輸出的規格 那都有搭載了這個 AUTO STOP STOP 和引擎自動 7G系統 我想這個也是要符合 日益嚴苛的這個 OBOM的6系的開通標準 之外呢 我們也希望可以提升油耗的表現 並且更進一步的降低 然後車輛的排路 另外在空間的部分 我想這是我們的強項 旅行家這一次的上市呢 我們一樣提供了有8人座 還有9人座 兩種不同的這個車內空間的一個選擇 座椅搭配的選擇 我想搭配上原本旅行家就非常好的這個室內空間 以及搭配這個彈性的座椅調整的這個收納的一些設計上 基本上我們的座椅的一個變化呢 可以高大有32種的變化組合 那不管你是有這個家庭出遊的需求啦 或者是上路旅行上的需求等等 我相信這樣的空間 跟這樣座椅的一個配置 就是非常非常理想 好的 那麼在這次旅行家的這個產品的推出上呢 我們基本上也很重視我們不特 一直以來一直堅持的安全性 所以在這一次呢 我們旅行家也配備了這個 後拍的360 Technology 全方位的這個支架領航的科技升級 那包含呢 現在啊 等於是買車一定要有的ACC啦 這個車道偏移警示 車道偏移輔助 包含像鋼電偵測 包含像這個疲勞駕駛警示等等 相關的這個先進的這架系統 這一次也搭載 提供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車輛的主動安全的一個保護 那麼除了空拍的360 Technology之外 基本上我們旅行家這一次 也是全車系 全車系我們都標準配備了六具 這個輔助器拿 來用這個最高規格的安全 然後我們剛才講 我們就安全分等級 來降低 我們這意外傷害就發生 好的 那麼這一次呢 特別要重點要強調就是 我們這一次導入的是一個 全新的車款 是九人座的空比車型 這是第一次 在台灣提供這樣的車型 就我剛剛所知道的 它是一台入門車型 同時呢我們也搶進了這個 中型商品車裡面 130萬以下 這樣的一個幾具的整容帶 我們希望提供給 市場一個絕無盡有的一個好選擇 那麼在這一次 新導入的九人座空比車型裡面呢 基本上在外觀的部分 我們這個可以看到 有黑色的這個水箱護罩 另外呢 LED的環狀的陸型燈 單側的滑門 可以介紹一下 是單側的滑門 還有上下車 都有踏板這樣的設計 基本上 在整體的外觀設計 可以說是非常的OK 非常漂亮 那麼在內裝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包含有三幅式的這個 體質包補的方向盤 而且這一次我們特別挑選的就是 那一張保養 清潔的深色的這個 這個座椅 顧椅的部分 另外呢 我們這次中控台呢 也搭載了Sink 3 就是4.5吋的一個Sink 3 同時 這個一部還具備了 有倒車協應的功能 搭配著這個環倉的這個六支喇叭 集中控台 還有駕駛座 前方有非常多的一個 多元置物的空間 非常的便利 方便我們駕駛座乘客 有一個很有效率的一個收納空間 那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次COVID的車型呢 跟我們主要幾個 競爭對手的一些比較 那首先要強調的是 我們這次的COVID車型呢 配備的這個懸吊呢 是 這個葉片彈簧的這個懸吊 我想這樣的一個懸吊的設計呢 能夠提供一個 非常優異 非常好的一個 載座的能力 所以不管今天是 很多人乘載 九人座也好 或者是今天有在庫的需求也好 甚至說我們要改裝武具 IPC 這樣的一個武具上 這樣的一個懸吊的設計呢 基本上都能夠完全的來勝任 那麼在車身的規格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旅行價呢 也是在 不管在車廠 車款以及室內的空間 表現都非常的出色 那各位可以關心到 我們下面這邊有價格 基本上 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是 130萬以下的一個定價 那售價的部分我覺得呢 其實相比我們主要的競爭對手 包含這個 不是的庫比也好 或是大利亞這個 九人座也好 他們的價錢 基本上都150萬 那我們價格上 是非常非常有競爭力的 那麼除了產品好價格 也很有吸引力之外呢 我想在配備上 我們也是不吝嗇 舒適的配備上面呢 我們這次控比的車型 一樣提供了 有這個駕駛座 手動的手項的調整的功能 另外呢 在雙前座 也提供了這個 加熱的功能 那另外像剛剛提到的 80SIN3 倒車顯映 6G SIS 的一個輔助器 還有這個 所謂的 6G的這個 環倉的音響喇巴等等 相關的這個 舒適以及便利的配備 是非常完整 是因應俱全 除了之外呢 我們要強調一下 剛剛我們提到 在控比的車型上面 基本上 我們也是搭載 6G SIS 的一個輔助器 非常重視舒適 安全 等等 所有面向 我們都能夠堅固 所以我這邊很快的 去總結一下 我們這次 Tunier Custom 九輪座 控比的一個 整體的一個競爭優勢 那產品的部分 我們剛剛體驗了很多 有很好的一個配置 舒適的配備 公開的360 Technology等等 相關的部分 都很完整 另外呢 我想就是在 剛剛提到的 價格的部分 我想也是這個幾句 絕無僅有的一個 好選擇 另外還有一個競爭優勢 我必須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 在售後服務方面 我們福特 全台的服務據點 總共有64個服務據點 其實基本上 在買了旅行家之後的 這些批售的客戶也好 一般消費者也好 都能夠就近的很方便的 在不管是公司也好 或者住宅也好 附近就可以找到 我們福特的經銷商 進行個快速便利的回修 那相對於 我們主要競爭對手 我們的服務據點 我們是最多最完整的 好我們基本上呢 在這次空比的一個策略 我們就是集合這三重的 很重要的優勢 不管是配置 不管是價格 不管是收服 我們希望都能夠做得很好 做得一步到位 來強勁台灣現在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商品車這樣的一個思想 好那麼介紹完了這個 全新導入的九人座的 空比車型之外 我們這次也有其他的車型 也做了非常棒的一個升級 包含我們這個 這邊是有看到的 九人座的尊爵型 也進行了產品的調整和升級 那我們這次再進化 我們當然就跟空比 也有這個所謂的 空翻的360 technology 這樣的一個 廣科技的一個配置之外呢 我們中控台的螢幕 也從原本這個 4.5吋的螢幕 直接升級到8吋的 有滴滴的觸控螢幕 同時呢 也搭載了這個 光感應器跟口燈 還有滴滴感應器的影像 好的 那再來看一下 除了這個九人座的尊爵型 還有九人座的空比之外 我們這次也強調 我們還要造作所謂 八人座的產品 相關的一些配置 那麼我們八人座的兩個車型 分別是這個 可以看到這個 尊爵型以及豪華型 那同樣的 這個我們尊爵型 中控台一樣 有進行的螢幕的升級 一樣升級到8吋的這個螢幕 那我可以強調一下 這個八人座的尊爵型 基本上我們自己 照顧客的需求 我們來做接單生產 那也是我們的主力 右手邊是我們八座的豪華型 以及來做我們這個頂級上路 這個旅遊 或者是公司 行號 選擇的一個主要的 一個銷售的車型 是八座的豪華型 基本上呢 在這一次的調整 我們也知道對應到 歐洲這個 越來越延適合的這個環保的法規 所以在動力的部分呢 我們稍微做一些調整 馬力的部分是170匹 那其餘的這個很好的一些配置 規格啦 等等我想都不會改變 基本上它也是我們這個 旅行家產品系列面 最好的旗艦車型 好的 那最後呢 我這邊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這一次 旅行家改款的一個 完整的產品陣線 以及正式的一個價格 那我們首先是從左到右 就是可以看到我們入門的車款 是我們這一次的 有做了抗比車型 它我們剛剛提到 它會做一個多元運用的一個 非常好的商務車 非常實用 那它的建議售價為 1299000元 另外的話呢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八人座 還有九人座這個尊絕型 基本上它的 我們剛剛提到的智能配備 都有相關的也是升級 但是呢 我們這一次上市 全新車款 價格是維持不便的 我們的建議售價是 146萬9000元 好 那各位右手 各位在右手邊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八人座的豪華形式 我們旗艦車款 我們建議售價為 166萬9000元 好我想各位看完 剛剛的產品介紹 還有現在的一個 價格的公布 大家可以感受到 其實 我們的價格 還有我們產品配置 我相信在這個級距裡面 都是充滿了競爭力的 我想這一段過程 也是我們 公司這邊 整體跟 原廠這邊做了 很長時間的一個 積極的爭取 包含有新車型 空比的導入也好 或者是這個 每天有競爭力的價格也好 我們在這裏都是希望 導入最好的產品 有最好的價格 來回饋給喜愛的 我們旗艦產品的 台灣的消費者 好 以上跟各位報告 就是有關產品 還有價格的 相關的一些安排 那接下來呢 讓我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一次 這一次 我們秦家上市的一個 統炫的策略 那這一次 稍微有點不一樣 是因為 我們這一次 非常 開心 而且非常充幸 我們可以跟 侯勝中教授 這邊所創辦的這個 微光134的這個專案 來進行更多 那我想這個 微光134專案 是為了 沒有意義喔 它是為了台灣 有134個偏向 那偏向的長者 或者是 行動不便的人 我們希望提供一個 很好的 無障來修行的服務 也希望透過這個專案呢 能夠培訓出 134位的返鄉青年 同時 也希望可以募集到 134輛的一個車 來為台灣的偏向 進行服務 那很開心 也很榮幸 我們這一次 福特旅行家 就有很多 空比車型 我們將成為 這個微光專案的 第一台的 服務專程 那麼侯教授呢 他是 他目前是 工甲大學 公共事務 還有這個 社會創新研究所的教授 接下來 我就讓我們來看一段 洪教授親自錄的一個影片 來介紹 微光計畫 還有我們這一次 跟旅行家 合作的一個契機 大家好 我是福特旅行大學 洪生中教授 2021年的5月 全台灣爆發了 疫情的商機警戒 新北市是重災區 我們跟新北市衛生局合作 用長照交通專車 去做確診者的接受 那時候 掉了70多台的車 大部分的車 都是福特旅行家 這台車 在那個緣分當中 讓我們看到這台車的優移 也看到這台車 它的多元 所以我們 因為這樣 而跟福特 結了這個緣分 在2021年 那一場 微光行動的戰役之後 我們發現 今日的疫情 其實就是 天鄉的日常 全台灣大概 有134個人口 即將 有失高隱化的 原鄉或天鄉的社區 我們發現 他們非常需要 移動服務的顯著 不管是 送人 送食 或者做各式各樣的 社區接受 所以我們決定 在2020年 跟福特旅行家 發起了 這個微光 134的行動 我們當初在選 長照的 天鄉跟原鄉的 接送車子的時候 我們所重要的要素 一個就是安全 一個是舒適 那福特旅行家 剛好接受這兩個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 天鄉原鄉接送 第一個路程非常遠 第二個高隆的長者 乘坐的這個體驗 其實非常重要 那再加上 我們希望這台車 不只佔本 也會佔貨 同時 可以做各式各樣的地方 的一種 創生人員的使用 那你先加上 好符合以上 這幾個特色 我想 微光 一三四 之所以 目的是一三四 就是我們希望 為台灣 一百三十四的偏向 目擊一百三十四台車 那這些車 其實必須要在第一台車出現 我們才可以向微光去引動 一個更大的能量 那福特旅行家 就是第一個 可以跟我們一起站在一起 然後跟我們合作 然後透過這台車的合作 我們可以一起進到我們的片箱 去幫助這些弱勢的團體 所以這一台車 決定了微光一三四的開始 非常感謝福特旅行家 整個微光一三四 其實是一個公司協定的創意 所以有好多的不同的 第一、第二、第三部門的加入 例如說 我們對 新北市政府 跟高雄 或者跟屏東、寒東 這些縣市政府 都希望透過 一三四的這個計畫 可以把車子 送到原片鄉去提供 另外我們也跟企業 特別是車廠 或者所謂的上輪 比如說 我們希望對一個 所有的保險 甚至做融資的金融單位 給一起 來降低我們的車主 來構成的這些成本 那這樣為了 一個企業的贊助 其實 可以彰顯企業的嘻撒 可以越是去一個這樣的 未來的這個社會的實力 跟環境 那最後其實是非密組織 我們本身就是非密組織 但是非密組織 需要連結更多的力量 一起來為天鄉 來守護 融光一三四是一個非常大的社會運動 有車 有人 還需要有物質跟金錢 所以我們也希望 在未來 我們會推進群眾物質 在挖背 透過這個群眾物質 希望大家可以來能量 你所指定的片箱 或者你想要贊助的某一些車套 讓這台車 福特五行家成為一個圍光 讓這個圍光 可以去移動 地方的需要 讓我們不是只有一台車 讓我們真的可以有十台 或是三十台 一百三十台車 來幫助全台灣 即將要邁入了高齡化社會 也讓天鄉的這些 觀光公圖禪景者 可被守護 我是老聖宗 歡迎各位支持 維光一三四 用移動翻轉平江 非常謝謝吳教授 跟我們那一段的分享 我們看到其實非常感動 這是一個非常有影響 而且非常有愛心 而且非常願景的一個 公益的一個行動 就是我們的 這個維光一三四 讓我們還是非常榮幸的 這次旅行家 有機會能夠參與其中 那麼我們這一次 除了剛剛看到的 胡教授的分享之外 我們這一次也特別 因為這樣特殊合作的 一個緣分 一個機緣 我們也拍了一部 辦公立性質的一部 就是微電影 那我們這部微電影 基本上的詛咒 就叫做 綠行 我們點出剛剛 胡教授所提到 在偏鄉張哲的出行 許多的困難 還有在往來醫院 等等相關一些 出行的一些需要 另外呢 除了救援之外 是不是有更多 提供我們這些章子 有一個更好的一個 深刻的一個 從心裡面的一個 美好的旅程 希望可以透過這部車 透過這樣的公益活動 來實現這樣的一個努力 那麼呢 我可以來封禮一下 這部的旅行 這個微電影片 我們這次也 可以說是榮幸 也邀請到 非常熱衷公益的 兩位非常知名的演員 那麼第一位 就是我們金馬獎 影后參數 幫馬尼 這次也來 參與我們的演出 那另外一位呢 也是我們實力派的演員 馬志祥 這兩位重量級的這個 演技非常好的這個演員呢 我們這次來一通參與 我們這次的微電影拍攝 所以接下來 我們就花一點時間 請各位好好欣賞一下 我們這次 出行的 旅行的影片 謝謝大家 謝謝 東哥們 嘿 看我今天好漂亮嗎 有 你今天很漂亮 旅行的 有 你今天跟我一起進去 旅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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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 旅行的 旅行 旅行的 在家 一定是自己用作的车战拳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又可以贴花翻了 上下上粉丝都把吹过来 你怎么说 吃好香啊 哭着好香啊 就跟你说 咱们今天要上班了 对啊 今天的天气啊 就跟你的气色一样好 你不要太心 别老了 快吃了 快吃了 来 干贵 还记不记得 这个是你刚在法治厂上班的时候 我帮你拍的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去喝咖啡的时候拍的 就拍你们很远够 很远够 昨天有没有漂亮吗 好牛王 昨天你也一样漂亮啊 你看 你看 你刚在法治厂上班的时候 我帮你拍的相片 你看 这个新娘子 看谁啊 你看这么美啊 哈哈哈哈 看相片 这个是你刚到法治厂上班的时候 我帮你拍的 你看 这都是我们出国的时候拍的 这个是哪里 你看 这也是太苦 一点太苦 Same 以及 好 溜滴 溜滴溜滴 坐在這裡 好 好 高雅 這裡你剛在房市場上班的時候 我幫你拍的 是好 好 漂亮的新娘子 嗯 這張外地 這張是我的上台 海北啊 你看 你看 這張小姐 這是我們超人 在這裡 人家在這裡 這張小姐 這樣一下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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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對嗎 欸 欸 欸 嗯 這張小姐 這張小姐 都不利的 我說再幫你拍照啊 笑 很 真可笑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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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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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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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好,我們要準備上三樓 好,坐了喔 欸,咖啡咖啡 對啦,我們都沒有啦 好,很久喔 很久了 劉柏 劉柏 嗨 敦鑫月阿姨好好 常會帶她出去為我們的 是她對我好 以前都是她對我吃對吧 我們吃過韓國 香港 對,還有歐洲 我這部車也是歐洲白頭 超高級的 好 哇,這還很漂亮 請你啊 嗯 來,來,來,謝謝 好,小心 你看看,你看看 欺欺欺欺欺欺 請 哦,這個真的很難耶 哇 水感 哇 我記得我做事 謝謝你啊 嗯 你等一下啊 嗯 行嗎 就拜託你啊 好 好 來,下去 OK 好,謝謝 好 來看這裡哦 一二三 好,來看這裡哦 一二三 你會走過平台 會走過平台 經過曲折 要走過陰霾 也要挺過混亂的到來 一早回過 也許無法掌握整個世界 但是很多很多的回過 就可以了 生命裡的愛 生命裡的愛 只需要一個明白 明白了它的意義 然後好好的 好好的走下去 好,來看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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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來看這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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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